从咱们去登记结婚 怎么能这么巧 就那天牛大姐退休 她上午去给人家办离婚 下午给人办结婚 正好赶上咱们俩 然后你又告诉我 咱得办婚礼 好 花很多钱 我们办了婚礼 然后你告诉我 我妈得住进来 好 你妈住进来 就这一步一步 我觉得我都在倒退 我都在让步 最后我觉得我退到悬崖边了 再来半步我就掉去了 粉身碎骨了 你掉不下去 你粉不了身也碎不了骨 你还是太悲观了 你现在的处境啊 就是黎明前的黑暗 穿过黑森林就是芳草地了 这么说吧 也许还有五分钟就天亮了 等五分钟 太阳就升起来了 你明白吗 你现在的黑暗 我终于明白了 说白了就是对我不信任吗 现在还是个问题 怎么让你信任我 对不对 有了 有了 你刚才提到你牛大姐 对吧 这牛大姐呢 是一直调查咱们俩的 现在我请你来调查我 好不好 我怎么调查你啊 对我进行深入调查 魔鬼调查 查我的灵魂深处 这样正好我也了解了我自己 对吧 看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等你把我查个底调 查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时候 短时间内 你又可以知道我刘刘烨 是个什么人了 你又可以信任我了 对不对 如果你对我的调查结果 我的人品人格满意的话 那咱们也可以考虑 国库办法的 你要觉得对我的人品人格 不满意 那么咱们一拍两散 各奔前程 是 你说的对 咱们之间确实我不信任你 我肯定不信任你 咱们接触时间那么短 你不可能真正信任对方 对不对 但是你要说让我去了解你 我确实觉得我没有兴趣 也没有必要了解你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不管你是魔鬼 还是天使 不管你人品格好还是坏 我都不可能把我的房子 过货给你 这是原则 我肯定不会办那种傻事的 但是 其实我也用不着 做得那么绝对 好 就非得就不做了 就撕毁合同了 那我那三十万真白扔了 也确实有点亏 是吧 要不然这样吧 咱们干脆回到原点 原点 对 全当这一切都没发生 三十万签了合同 领了证 再见 拜拜 三年不见 是不是 是因为这中间 出现了牛大姐呀 然后又出现了你妈呀 又出现了特殊人才呀 这些事 才使得一步一步发生 今天乱了 咱就全当牛大姐 这事就没发生 咱就全当咱们后来 你这什么特殊人才 没发生 咱打现在开始 咱就谁都不认识谁了 像原来承诺的那样 不见面 不认识 我呢 只跟你妹妹是朋友 好不好 别的跟你们家 都没有任何瓜葛 我过我的安静的生活 你过你的这个 叫什么事业有成 笨失业的道路 咱们都不搭嘎 三年以后 踏踏实实 把这合同给解决 就完事了 你呢 赶紧出去问问你妈 什么时候走 赶紧都走 咱们这样 清清静静的 好不好 不是 那个什么 就是说 你 我还是没彻底收服你 但有点近点啊 你回到原点了 对 对 有点近点 按照合同办 对 好不好 就没有余地了吗 不可能了 别想别的了 你先去问你妈妈 什么时候能走 好吗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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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欢迎收看由山东南向高级技工学校独家冠名播出的《大武队与法治》 我是您的朋友 什么事啊 老太太 睡了 睡着了 这不是看电视的吗 对对对 已经睡着了 我没骗你吧 睡着了吗 如果你非要逼我的话 我把他叫醒啊 干嘛呀 我妈非逼你啊 让我再来打个盹吧 你也不在这一会儿 没脑子再问吧 好 就有像刘慧明这样 干脆把村里捂住 我还看着你 你别着急 别着急 你截着看 截着睡 就是封主任 关节选举的事 一个要承认 另一个想连任 嘿 这两边啊 就掐起来了 那最后 到底哪一边 谁能承认 师父登庭 天方 明天一大早把合同终止了去 终止了 我不终止合同 我不同意 你说出道理来 为什么不同意 我特别不理解您吧 您为什么对刘琼斯有那么深的成见 行 我承认 我对他不是很了解 我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是没有半点感情基础的 我没跟你说过吧 我跟你爸就是一见钟情 我头回见他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他了 我们没过多久就结婚了 结了婚以后我才发现 我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没办法 已经有你了 我们俩就这么挣扎着 拖着 直到你五岁那年实在是没法过下去了 就离了 你听我一句话 天方 我为什么 我把你带这么大 且不说容易不容易 我想让天方事业有成 我让他高兴 让他健康 让他愉快 让他家庭幸福美满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妈妈 您别激动 我知道您这些年来特别不容易 我也很理解 我也很感恩 但是妈 这和我和刘雄思之间有什么关系啊 您为什么一定要反对我和他在一起呢 他一万步讲你们俩结婚了 那我住哪 您跟我住在一起啊 我们俩在这个空间里头 怎么相处 那是另外一个范畴的事啊 那您就说的是婆媳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 这是一门科学 也是一门艺术 您相信我 婆媳之间的相处关键在丈夫 对 这点你应该相信她 你替我想一下 我这个角度上想想 我想着什么 我想我儿子以后能找个媳妇 本分 稳重踏踏实实的 你看那幼儿教师嘛 特别听话 特别以后未来也是个好妈 本分 幼儿教师 最好就像王阿姨的那个闺女一样 对呀 妈 我跟她不合适 我不喜欢她 你找一个医生 哎 你看人家啊 老葛同 老葛同他们家的媳妇就是医生 大夫啊 那她看病的啊 划号 不用排队 取药 完整一个吃喝 要取出来了 打点滴都在家里打 你啊 最好这个搞一个军区的医院的大夫 那我在看病的时候 我可以享受到 我可以享受到司令员的待遇 对 怎么了你 这是我在找媳妇 你们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好吧 好好跟妈妈说 十万块钱哪来的 妈您看 老爷困了 太烦了 老爷该睡觉了 走 去睡觉去 我去睡觉去 让我扶您去 对妈 还把老爷熬着 妈呀 您先早点睡 十万块钱哪来的 我还没跟你说 不聊了不聊了妈 我发现你这是怎么这样 你在人家家住着 你站着厕所不出来 你这很不礼貌知道吗 好了好了 妈妈好了好了 真口气啊 好了好了 你不冲啊你 我早冲过了 你马马桶有问题 那个下面一袋漏水 我刚才给你修理好了 修修 你还会修这个呢 我太全面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 当然这种事 在我家还是不会发生的 但既然是你家的事 我不是该说不该说 那你还是别说了 那我还是说吧 你家手指没了 你一次用多少纸啊你 我这纸用得太多了 今天我是上不了了 这厕所 喂谁啊 高闯妈妈吗 宋老师 您好 你明天在家吗 在啊怎么了 我明天想去你们家做个家访 那 是不是高闯又闯什么货了 只是普通的家访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行行那您明天什么时候来 明天上午十点好吗 行 好明天上午我等着您啊 哎 再见 哎 闯他们老师说明天早十点钟要来家访 你说他会不会又想来问那个闯户口的事 哎 哎 他来问你问呗 咱们正在办着吗 不怕他问了 你上厕所 憋死我 你别管骨的吃饭啊 说正事啊 你别管骨的吃饭啊 说正事啊 哇 哇 嗯 那什么 那个 梅丽说呀 让我住个三五十天 啊 三五十天 不 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吧 哎 嘿 也住不了那么成 顶多吧 也就三五千 啊 对是是对 你拿回来也没住成 嗯 这是娘了你的习惯 哎 那挺好的娘 这这这回你就别在家里带了 咱出去走都看看 好不好 娘 你看北京 你呃 天安门长城 我带你去过了 乙和院 乙和院上次没去 是吧 咱去乙和院是吧 认你堵车那回啊 不去 都是人啊 看不着圆子了 哎呀是 这太多了 那回认啥认开 那娘 我想起来 这回看尿嘲 尿嘲很高 不怕有认对吧 尿嘲好 尿嘲啊 看好看了里边 嗯 在电视上都看了好几遍了啊 哎 不去 不是娘 那你想去去哪个地方 我就想吧 在电视上 没有见过的 这电视上看不见的地方 这哪儿啊 这看哪儿啊 哎 对啊 就是你那个火锅馆子 我听说是可红火了 我到那儿看看 娘 太好了 那咱自己嫁什么 自己嫁餐烟 老总是没力嘛 你好像吃火锅一几话的时候 才到火锅馆呢 什么呀 什么就到火锅馆 不是 我那地方啊 没什么好看的 也没那么大 就一小火锅店里边 除了油烟就是锅灶 没什么可看的 你去哪儿干嘛呀 我就愿意看火锅啊 这辈子 我就是围着火锅转 转过来的 嘿嘿嘿 我呀到哪儿参观参观 好嘞 我吃个来 你用吃吧 走 我来 我来咱们去吧 我说什么情况 你能不能不让他到我那儿去 他这夜间那晚黏着我 我受得了吗 回家可有他 到饭馆还有他 你去腿 因为他呢 好 你从他拿这个证书送过来 下去火锅店 去去看起来 找人家写了 我有面子嘛 这边现在咱们这个人 有关系 吃什么吃我那是辣火锅 他能吃吗老年人 是 这圆火锅 虽然不是你想想 给他吃一圆火锅 去去去去去去去 算算算算 你能不能一天不老这么求我 然后我一天到晚在让步 全是我在让步的 是 你你你你给上来 你给上来 你能不能不用你快的给我夹东西 我给你 走 走 我给你进去善良 越善良你越美丽 真是这样 我说行 行行行 你怎么能善良 没没没理好 还是 也就这一次了 对吧 几天你就走了 行行行行 真挺难的 又怎么了 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 我跟你说 我现在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危机死 什么意思 就是那王地雷啊 我快受不了了 天天跟着我 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我买水果 突然间就出现了 我买本杂志 它突然间就出现了 就连我打一出租车 它都会突然间出现在我视线里 太甚人了 亲爱的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这是缘分 你想啊 茫茫人海中你想见到谁就能见到谁啊 为什么老见到他呀 缘分 王地雷就是你的真命天子 恭喜你 呸 他就是夺命地雷 你怎么跟他一个口气啊 传统干嘛 是不是你安排的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真逗我 我受不了了 我不管 你们必须得帮我解决这件事 你们跟我介绍的 你知道吗 人和人交往是要有一定的磨合期的 尤其是异性情侣 你得学会为对方改变 或者让他为你改变 这是一种学问 这个过程很漫长 也许将来你就会发现 你是因为这些缺点才爱上他的 真的爱情很神奇的 刘德义 过来 过来 好 我都陪你妈参观去了 那你不用客气 我最不爱吃水果了 谁给你吃呢 老师马上就来了 让你把这个 帮我端端茶几上去 那个 你觉得我在家合适吗 我要不要回避啊 回避一下吧 那行 那我出去散步一小时 一小时够了吧 差不多 一小时够了 那个 要不算了 你别回避了 那怎么了 反正老师也知道 我们闯正办着那个户口呢 也知道咱俩这关系 你在这儿反而倒更增加可信度 你说呢 行 我不随 你不别扭吧 我不别扭 你别扭吧 我当然别扭了 咱俩从一开始做这事 每件事我都别扭 我大别扭都闯过去了 我这剩点小别扭 我还怕什么 别扭我就别扭点吧 我难受你难受点 不讨历了 别扭了 那个 到时候老师来了 我应该是什么身份啊 你说你什么身份啊 咱不管怎么说 有个证在那儿呢 是不是 那我就是一家之主 那就是喘着爸爸了 对吧 继父 我就确认一下我的身份 这样呢 我就人物关系弄明白了 交流起来也顺畅 是吧 你别说咱这辈子这份开饭 能够有人吗 咋没人啊 吃火锅难可老多了 这也是啊 情相不怕相得深 好 你看花儿姐大照片 这不刚刚是媳妇吗 你看叫的就很年轻了 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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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强人呢 大妈 您来了 你吓死我了 这么大 你省做妈呀 我补龙啊 不是 我以为一般到了您这岁数 耳朵都不太好使呢 您身体挺好的 好 好这呢 那什么 他是干啥的 他是这儿主管 就什么事他都管了 花姐给我打电话了 说您要来视察 让我好好招待您 热烈欢迎鼓掌 鼓鼓鼓掌 老娘 你敢跟这家闺女长得啊 细皮扔肉的 尊哪 哎哟老娘 这个比那个还好看呢 你看这眼眼 哎呀 毛子鼓鼓的 这是什么娘娘的 大妈好 看我不好意思啊 我好看啊 大好看啊 我吧 还没露糊涂呢 啊 这个得罪人的话 我是不能说 哎 宋老师 大宋老师 大宋老师 请进请进 坐老师就是准时 不用没事 不用换 不是还是换一个 不用不用换 你看真是 来请坐 来请进 啊 那个我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 我是美丽现在的爱人 哦 也是高长同学的父亲 应该是继父 继父刘德毅 你好 这是宋老师 哦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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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幸会啊 宋老师 好 欢迎你到来啊 哎 谢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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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么年轻 不客气 谢谢 谢谢 我不吃 你别客气啊 那你吃个糖嘛 这个花生醋也特别好 真的口感特别好 一流 谢谢 上次你送我的就挺好吃的 哦 谢谢你 你随便啊 你千万别客气 好 宋老师 特别文气啊 一看就特有知性 是 哎呦 你看这么年轻 你应该是七零后吧 哦 说大了 说大了 应该是八零后 八零后啊 对 我说大了 那个 哎 你去给七壶茶吧 好好好 你坐好你们聊好 我去七茶 谢谢 哎呀 你说这做老师真是够辛苦的 好不容易 这一礼拜就限两天 还得四处家访 自己家多热活多热事也管不了 怎么样 我们家床这段有点进步没有 你想听实话吗 肯定想听 它还是那样 没有什么进步 还那样 还那样就挺好的 真的 我就我老跟他说 我说你呀用不着你给我多大进步 你就别给我退步就行 别给我往下出流了 是没法出流了 因为他在全班的底部 这个 这个男孩子在这一年里 这我真管不了 气得我 我告诉你宋老师 我经常业力 我康康咳嗽 我气得我跟你讲 我想起来 我就一身汗 我跟你说 你放心 今天晚上回来 我必须得揍他 我肯定得管